欢迎收看威力奇华影 大家好 我是奇华威力哥 在这个礼拜三 昨天礼拜三的这个周的合约结算以后 整个走势有点破关卡 有点转弱的迹象 那整个国际市场也似乎感受到这一个比较偏弱的氛围 那最主要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指数 他们就刚刚好落在他们的这一个 比如说有人都在季线上 都在月线上面 刚刚好到关卡 那又非常刚好的碰到这个 这个最喜欢炒股炒房利产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被这个国会的议长弹劾他 这个 竟然用这个他们美国白宫总统的这个 热线电话打电话到乌克兰去 要求人家帮他处理一下他的这个 竞选对手 这个跟这个这个黑道大哥没什么差别 这样子的行为呢 当然会 引起这个美国国会的一个不满啊 其实这个事情呢 有点严重性 因为呢这个 美国白宫的印国会的以及民众的要求呢 公开的这个 电话这个录音的内容 那也确实坦承川普的行为呢 确实是 有这个比较不妥的地方 那后续这个事情很可能会持续再延续下去 跟你去想 这个为了 调查这个竞争对手打电话到乌克兰 要求人家乌克兰勤资单位 要求人家的总统跟勤资单位 帮忙调查 那刚才你去想 那大家就会去猜说 那你上次川普竞选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利用了 这个俄罗斯的勤资单位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川普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在蔓延 那川普呢就想了一个花招 让这个整个社会大众的焦点转移到外面去 所以他又再次怎么样 再把焦点对准了这个中国 可他这次他不能态度太强硬 他总不能把他撕破脸 因为在撕破脸 因为导致全球股市的这个崩跌 所以他很厉害 想了一个 这个非常 这个 突如其来然后又毫无根据的讲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人可能会提早 签署协议 就这样一句谎话就能够让这个刀将司 拉上来 不过我相信法人 部分法人 应该还是聪明的 所以呢 法人也是 顺着这个 谎话的这个行情 就让他上去吧 就让他上去 为什么 因为你都已经在高点了 现行都已经坏掉了 你还 这个 投资还可以因为川普这样一句 空穴来风的一句话还往上涨100多点 那你 摆明的你就是拉上来给人家到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不要去 这个随风逐流 风在吹 你越是应该要怎么样 毅力不咬 要保持客观的态度 看这个威哥节目 看威哥的分析 用我们这个威哥的这个 平台数据化 金融科技的一个工具 来判断这个市场 这个到底 他是 是真还是假 这有很多的谎话 大家都已经被川普骗了一年了 还可以继续受骗 这个 真的不知道是说这个 人性本善还是怎样 永远都是莫须有的东西 永远空穴来风的东西 跟市场就会持续的去追逐这样的 追逐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呢 社会上 媒体上充斥的太多的这一些 空穴来风的事情 连 美国政府 美国领导他自己也在讲一些空穴来风的事 所以呢 可以在这种 行情 常常会被这些 这突如其来的 而且很刻意营造 消息面行情干扰的时候 你越需要好好去善用这一些 金融科技的工具 因为行情总是来的突如其来完全 不见得会照着这个市场的这个律动 来做这一个 来走 他也不见得会给你照技术面 那当风险发生的时候 你要善用这些工具及时要去控制好你的风险 当趋势来临的时候顺着那个趋势去做追逐的动作 这个 进入市场的操作其实就是这样 操作其实就是这样 一大堆的分析 一大堆的理由 一大堆的 这个手段 一大堆的手法 到最后就是 方向 价位 跟你处理的 有没有部位 没有部位要进部位 有部位是赚钱还是赔钱 该怎么处理 哪边停利哪边停损 到最后你还是要回避到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真正交易的核心 并不在于美国总统讲了什么话 然后不在于说这个中国做哪些事 不在于哪一个国家要跟哪一个国家签协议 也不在于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翻领 重点是 你怎么去应对 后续可能的变化 所以在消息面的部分 威力哥只能跟大家说我们这样 稍微的给他做了一个 整理 你坦白说 我这昨天晚上这个利多我觉得是虚的 所以他能不能 持续带来比较 充沛的 交易的量 我个人是在 保持一个比较 怀疑的态度 比较谨慎的 态度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利多 我认为他的一个持续效果不会很强 所以后续量的可能还是会 慢慢的又再呈现一个比较萎缩的状况 甚至我认为 今天的这样子上来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还是要多留意风险 善用工具控制你的风险 善用工具追逐趋势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今天晚上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讯息 我想 今天晚上的其实美国跟欧洲都有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基金数据出来 比如说 在欧元区方面的像这个银行的这个放款的数字 还有货币供给 这会影响到当然 他们的整个这个股市的一个执行动能 在美国方面的今天公布的数据其实也蛮重要 比如说像公布第2季的GNP的承担指数 还有这个乘务销售的数字 这个数字都很重要 我个人倒是认为在 第2季的这个国民所的这个数字 以及这个 8月份的乘务销售 这个数字都很重要 乘务销售反映的是整个 民间的整个消费的力道 包括一般美国一般民众对他未来经济前景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部分今天晚上一起应该 今天我们晚上我们的夜盘跟 这一个 这个美国的电子盘的部分应该波动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活泼 另外呢就是说明天呢是这个新加坡的摩根台子 如果你是比较这几年这两三年三四年来进 企业市场看你对摩根这个商品的印象 不会那么深 但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那时候整个 台子的手续费交易手续费 还有交易税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呢其实摩台子是一个非常受欢迎 而且是 部分一些台湾的老企货跟一些外资都很喜欢交易的一个商品 所以他对于台子的影响 那么非常大加上他跟台子有 平均长期来说大概是97%的高度相关性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要留意因为 摩根台子的这个全资股 他几乎是我们大概前100 100到200大左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个大型的一些全资股还有主流的一些 题材的一个类股而且他交易规模都具有一定的一个 一个成交量的一些类股 所以他对于这个整个指数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 两个台子跟摩台子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 明天 就是明天 这个在这个结算时候 预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所以呢 你要做好准备 把该准备的工具准备 然后呢把你的作战计划拟定 好 你没心里面没有个谱的你可以呢 持续的关注的威力格 我们来可以像威力格一样善用这些金融科技 才是交易的工具 看回来整个技术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加权 的部分 当然要持续关注还是在于这个 成效金额的部分 成效金额很重要 成效金额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再回到月的平均成效金额上 的话他还是弱 他还是有可能再次的跌破五日线 那五日线就会持续的下弯 等于今天这个反弹呢 纯粹 就是一个逃命 纯粹就是一个逃命 他不是来让你往上去做最多的 行情的带也不见得就会立刻下去 因为国家都还是死死的守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 你的操作可能要稍稍短一些些呢 冯高的部分呢 因为没有什么力多题材量 又不是 很 很温和的在放大一个情况之下 最多实在不太是 所以冯高的很有可能都是一个出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给法兰一个出货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的布局上 冯高呢你可能还是要 增加一个比较保守应应的方式 去做 规划 那手上呢 那如果你是有 空单的部分 那可能对你来说呢 你的货生率相对来说会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看来期货的部分 期货呢 因为刚刚好在这个 这个这个 往下 杀的一个过程 也是昨天夜盘 他刚好打到了这个月线附近 那当然 在这里呢 要直接往下破 当然其实不是这么高因为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的一个利空因素 因为被弹劾的是美国总统又不是我们的总统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要往下灌 可能 也要一些比较 突发的 非大家所意外的一些 消息面 那空方也才有机会 一口气 下破这个月线 但眼下看起来没有 所以没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在 这个五日线 跟月线 这个区间 稍微去做一个震荡 等待一个消息面 不管是利多还是利空 来帮助多方或空方 去突破 往上突破这个五日线 往下 灌破这个月线 那指标的部分 你要留意 他已经从 过热区 超涨过热区跌破了 第二次他已经跌到观望区 那比方说这里呢 可能还是 你要追多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比较偏向短线的一个操作 不适合去重压波段的一个多单 在分子线的部分呢 大家要留意的是说 当然在这个昨天 夜盘的时候 他在这个 往上嘎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相对 低的这个形态的部分 稍微震荡了一下 那我们的威力指标呢 也在这个过程中 侦测到这个趋势 短线趋势好像有一些些的变化 好像逐渐要转强 那也非常的 这一个 这个非常 具有一定的一个 这个敏锐度 那这个指数翻扬的时候 他也顺势的抓住这个趋势 往上去做翻扬 但是 我们的这个指标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指标指呢 这个威力指标 没有持续的在放大 而且它呈现 总是拉回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会 適时的在这一个 这个拉回的这一个 瞬间 指标也没有办法转强 甚至有衰退的一个迹象 然后出动了这个移动停离 然后把这个单子 先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各位 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善用工具真的很重要 善用工具很重要 那 在短线的一个盘面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要留意的呢 还是在 一样 还是在上周五的 夜盘这个地方 它还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卡的警线 那我们今天呢 没有把它画出来 因为最主要这个 关卡呢 昨天下破 今天又被拉上来 可是 当要进来录影的这个当下 盘是又开始往下 去测试那一条关卡 那形态其实已经有点改变 所以唯一哥暂时就没有先把它画出来 那这边呢 你要留意的 往下的话 一样 一样要留意的是这个 首先呢 是五字线 如果空方的这个趋势 要维持下去 那五字线低 一定要先让它破 第二呢 就是上周五的这个夜盘相对低 那刚好是一个整理区间的一个形 形态关卡 那个地方 如果也被逛破 那空方的这个趋势就很可能持续的往下 那当然如果今天呢 有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 有可能是在 尾盘有可能是在今天夜盘 那再次去跌破昨天晚上 因为川普的一句 这个什么 美中又要提前签署协议 这种空穴的风流 拉起来的这一段行情 这个低点 这个相对的这个 这个低点区 这个 这个算是这个 川普 这个算是短线救世的这个 整理区 如果他再一次失手 那表示了这个拉抬行情 他就只是一个一日的行情 那 表示了这个行情 可能还是会持续的转落下去 所以在这边 再次提醒大家 留意 要留意 不要过度的乐观 那 最后我们将整个盘式做个重点整理 第一呢就是川普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他 还会影响一段时间 而且他是比较负面的 那第二呢就是说 美中提前签署协议这个花招 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 狼癌的 这一 这个把戏已经玩很久了 不要再受骗 不要再受骗 中国不是小日本 所以呢 日本呢可以 任凭美国这样摆布 但是呢 中国呢 他是不太可能随便你美国这样耍这玩意 毕竟中国人不是猴子 好 那第三呢 我们来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因为还是一样 在这一个技术面的部分 在现货的部分 因为他月线还是有一个正乖离 那这边呢 我们可能要稍微 留意一下 底下还有季线的部分 还有季线的一个乖离 那现货的这个部分呢 4月5月的这个想象头 以及7月相会高 他还是一样的 调节的压力 那这一段 位线已经放了两三天 就表示 这形态压力并没有被突破 这个关卡还是在 那只说期货的月轨离的部分 已经 做了一个收链 但是在 这个现货的部分呢 其实他的音乐线之间的距离 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那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评论就是说 如果 这一两天的盘式的量的没有出来 量的没有出来 想要多方想要往上攻 想要过关 收付关卡 甚至 过高点的话 这个基地相对还是比较偏低 那 即使有这些 川普之乱 动不动也讲一些空穴来风的一些话 来这边干脑市场 拉高呢 基本上我一个认为都是给法人出货用 不是让你去做 最多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提醒大家 持续的留意这行情的变化 善用 金融科技的工具 管控好你的风险 那行情一定会有纠结 你不需要去太过单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持续的做好你的资金控制 持续的照着你的操作计划 纪律操作 那当然我们的会员就是照着我们的威力指标 照着威力指标策略 持续的做好资金控制 纪律操作 操作就是这样而已 所有的纠结 所有的 一些 这个想浮的一个 绩效的回吐 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那只是短暂的过程 一个月三个月后之后 你会发现 对 威力哥讲的没有错 他只是一个 短暂的过程 你只需要做到资金控管 几率操作 大顿小肥 长期累积下来 一定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绩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